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中国版的世界奇妙物语 不可思议的夏天之秘密游购 医生小吴因为在工作上的成功 被大家明里暗里当成了院长接班人 他自己也暗暗觉得院长的位置非自己莫属 可是一天他发现死对头前阵 居然被内定成了院长的接班人 昔日追捧他的人都纷纷转头追捧钱阵去了 原来钱阵即将和院长的女儿结婚 院长这个老狐狸肥水不流外人田 气得小吴一脚踢翻了垃圾桶 这时旁边的清洁工突然向小吴搭话 送给他一张卡片说 秘密游购可以帮助他 还警告他不要过度使用 接着清洁工就消失了 小吴登录了卡片上的网址 屏幕显示想知道谁的秘密 就输入他的名字 小吴输入了钱阵的名字 没想到在网站上真的看到了钱阵的秘密 里面有钱阵进入女更衣室偷拍的照片 还有一个他进行地下交易的笔记本 小吴原本以为这是谁的恶作剧 但他偶然发现了两个女护士 在指控钱阵偷拍他们 他这才相信秘密游购上的都是真的 于是他购买了钱阵的地下交易笔记本 很快他就收到了这个笔记本 并发现了钱阵和院长勾结购买假药的事 他把院长和钱阵一起举报了 并成功地当上了下人院长 他准备向那个清洁工道谢 结果发现医院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一天小吴回家发现老婆刚刚回来 虽然老婆表现得极其平静 但还是被敏锐的小吴捕捉到了异样 他将老婆的名字输入秘密游购网站 发现老婆背着他还有一部手机 他点击购买了这部手机 在里面发现了老婆和情人的对话 小吴跟踪老婆来到他和情人约会的地方 看到老婆和情人亲密的样子 小吴气不打一处来 回到家后他就责问老婆 没想到老婆倒打一耙说 他才是背叛者 原来小吴自己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背着老婆找了小三小四小五了 被揭穿老底的小吴恼羞成怒 拿起一旁的百事品就打向老婆 没想到把他给杀了 小吴当即选择用车把老婆抛尸荒野 可是很快他发现自己杀七的秘密 竟然出现在了秘密邮购上 还出售了他杀七用的百事品 小吴去看那个百事品果然不见了 他立马点击买下那个百事品 但他很快发现 自己运尸的车也出现在网站上 他急忙赶去停车场 他的车果然也不见了 他又赶紧点击购买 刚清除了车上的痕迹回来 却发现他杀七的视频也出现在网上 当他点击购买的时候 屏幕上却显示余额不足 小吴疯狂点击购买却仍是无果 最后他自己也出现在了网站售卖栏里 就在小吴一头雾水不知所措时 一个人悄然来到他家将他打晕 等他醒过来发现 自己面前的正是死对头前阵 原来前阵花了点钱将自己保释了出来 并通过秘密邮购将小吴买了下来 准备把他用来做活体解剖 这时那个告诉小吴秘密邮购的清洁工 突然出现在前阵身后 小吴呼唤清洁工救他 但对方只是诡异一笑转身离开了 所以说当窥探变成了欲望 其实就等于走进了罪恶的深渊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